演唱會 其實每一次教學都要花很多時間 我由上一屆已經用這樣的方式 我覺得好笑的就是大家看到我錄了半個小時的訊息 跟Jasmine說怎樣唱那些 那一晚我錄完之後想要傳給Jasmine那段錄音 傳不出,很久都傳不出 我就說為什麼傳不出呢? 然後我查看,原來30分鐘,難怪都傳不出 我那一刻才知道原來我自己說了那麼久 然後我就,自從那條片出了之後 很多人都問我,你這樣教學生的? 我說,是呀,我之前是不是這樣呢? 我就找回我和Gigi以前的對話 原來我條條都是半個小時的 所以你說是不是要用很多時間去教? 其實真的要用很多時間去教的 但都真的好看每一個學員他們自己本身 願意花多少時間去練習 還有他們自己的誤性有多高 所以有時候都是人格人的 不是說我給多少他們就一定收到 或者是有些人又未必適合接收這麼多資訊 可能講一兩樣很簡單的東西 他們就反而會效果更好 所以我覺得作為導師就是 最難的一件事就是要去觸摸 要去了解他們的性格 還有他們平時的生活習慣是如何 他們有沒有時間 如果在家裡,我要知道 如果他們每天只有一個小時 那我就要想,這個小時要給他們什麼功課 我去做,今天